這個議程 這是Everything in RUSS 然後是由 RUSS 台灣所主辦 那我們是一群喜歡學RUS的同號 然後我們每個月在台北的博姿公寮都會有me out 然後如果你對 RUSS有興趣的話 以後也可以來加入我們 那想知道更多有關社群的資訊 你可以上RUSS.TW 那下面就會我們的Peregram和FS 那我們的演講即將開始 嗨 大家好 我的題目叫 Our Future in RUSS 那這個Future不是真的未來 因為今天下午的Keynote有 RUSS COATING的MEMBER 所以我不敢講我可以決定 RUSS的未來 然後其實這個Future就是有點像JUSTY的Premise 就是它是一個非同步計算的結果 然後可能是還沒計算完或是已經計算完 那可能大家對這個都略知一二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 我們要了解這麼多東西 然後其實時間一定超過 所以我就一個一個刪掉 然後最後我們就只會看到底Future是怎麼樣 怎麼樣去在底層去運作的 對 那今天沒有要做到這些事 就是我們不會提供就是 真實的非同步的 RUSS案的那個範例 然後也不是一個那個Asynchronous的教學 然後會講稍微一點點底層的東西 對 然後這次也不會講到任何就是 RUSS的Ecosystem的東西 什麼奇怪的口音 對 然後這 就簡單介紹 我覺得你在網路上看到的小兔子就是我 綠色的兔子 然後我現在在好好工作 是一個打雜工程師 然後我有一個網站 是RUS Aggression Club 然後沒什麼再更新了 歡迎大家可以貢獻一下一些演算法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 我們主題是 到底RUS的Future是怎麼樣 怎麼樣運作的 那有一個 如果大家有寫過RUS的AsyncAware或是Future嗎 有的舉手一下 好像很少 那有寫過RUS的舉手一下好嗎 這樣多一點 對 那RUS有一個 有一個Library 就是第三方的Library叫Future 它其實就是提供了類似Java3或是C-sharp的Async C-sharp的Task或Java3的Promise的這種 這個Asynchronous的一種操作的封裝 那我們現在RUS在下一個月 1.38版就AsyncAware即將Stable 就是以後可以用AsyncAware的SyncTax來做一些非同步的運算 然後所以現在RUS的SenderLibrary裡面有一個Future 那我們今天就要講Future怎麼運作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Code 對 這就是RUS現在已經可以寫的AsyncAware 只是現在要加一些FutureGate 要打開FutureGate才可以寫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在Function前面加一個Async 然後它這樣子回傳其實就是 它會回傳一個Future 就是回傳一個PromisefulTask 如果你是比較熟悉誰在語 就是它會把它最後回傳這樣 這是它的InnerResult 然後我們下面就可以 這個TCPCon內也是回傳一個Future 所以我們就可以Aware它 然後它Aware是後綴的Aware 然後不要問我們為什麼 這是他們討論出來的 對 然後 就其實跟大多數語言其實都蠻像的 那但是RUS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的Async整個執行的方式 它是ProBase的執行的Model 它是有Executor會去輪詢每一個Future 問它有沒有 就是它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這其實有點像Linux底層的那個ePro 就是類似這種方式 它是用 Readiness 它一直問你有沒有完成 然後你回答它有完成或沒完成這樣子 然後和一般CodeBase的 的那個 就是Async的Model是不太一樣 因為CodeBase的AsyncModel 如果你要組合多個Async的話 其實你會CodeBase裡面放CodeBase CodeBase裡面再放CodeBase 這其實會造成一些CodeStacks會越來越多 然後Merry越用越多 這就違反了RUS的 ZeroCode Abstraction的精神 所以 所以RUS的它就是用了這個 Readiness的 還有ProBase的這種Model 來做它的AsyncModel 所以最後其實我們的Future 其實會是一個State Machine 然後它就是一大堆Readiness的State 就是你的IO的介面 是不是已經Ready了 然後這個State就會組成一個很大的 可能是Inume或Struct的State 然後這樣子其實就可以達到 它就是ZeroCode Abstraction 那Future是RUSAsync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就跟其他語言的Promise一樣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執行一個Future呢 那其實RUS的執行Future有四個角色 大家需要知道 第一個就是Future本身 那Future本身其實就是一個 延遲計算的一個 延遲計算的一個結果 那它可以被Executor去輪詢 然後最後就可以得到它的結果 這樣然後Future上面呢 我們通常會封裝一個Task 不是每一個Library都會封裝 但我們通常會封裝一個Task 然後Task就是它其實代表了一個正在執行的Future 然後它會有一個Waker會跟它有關聯 那你們就想那Waker又是什麼呢 那Waker其實就是它會去通知Executor說 我們現在這個Task已經可以被你輪詢了 所以它就是通知Executor說 你可以來問我說我好了沒 然後Executor最後再去問Future說你好了沒 然後它就說好了 然後就那個我們最終的完成的值就出來了 對 然後這樣子聽可能不太懂 那我就用 因為我來不及畫UML 所以我就畫了用PVD畫了一個很醜的圖 對 我們一開始會先Create一個Future 那我們會把Future丟給Executor 讓它在Executor上面跑 然後我們之後就會 有些Library就會把它 HigherLabel的Attraction把它變成一個Task 它其實就是一個正在執行的Future 然後Executor就會問這個Task說你好了沒 然後Task就說沒有還沒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 這時候我們其實在Port裡面它會提供一個Waker 我們就可以就可以把這Waker 就可以把這Waker 就是把它存起來存到Future裡面 然後等到哪一天就是有外部的 你的IOEvent或是一些Timer它的時間到了 它就會去通知Executor說你可以再問一次 說Task好了沒 然後這個Rawork和Rawork Virtual Table 這是底層的實作 我只把它寫出來而已 這是先不用懂 然後它就會通知Executor說可以去問他 問Task好了沒 然後Executor這時候就在問他好了沒 然後他就說我好了 其實就這樣 他的四個角色的關係就差不多是這樣 這樣有問題嗎 那我繼續喔 那下面就是一步步示範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部分每個角色它應該做什麼 是和一些簡單的示範程式嘛 然後它其實是我參考某一本 官方出的AsyncBook裡面的程式嘛 然後可能沒辦法跑 因為我有隨便模改一下 對 然後我們現在先來講Future本身 那其實Future本身是一個Rawork的Trade Trade有點像Interface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 對 那其實它裡面定義了一個Method 就是這個Pull 然後Pull它 它需要 它需要這個Contest 其實Contest是Waker 那我們現在先不用看它 那Pull其實它回傳的 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個Pull的Enum 然後這Enum它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Ready 一個是Pending 然後Ready就代表已經完成了 Pending代表沒有完成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有個Executor 一直Call它這個Pull的方式 然後我們的Future就會回給它說 我好了 或是我還沒好 然後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把你的 你自己的Type變成一個Future 的話 你就要去implement這個Future的Pull的 這個方法 然後你就可以被Async或Await 被Await 然後這個是 這也是官方的那個書裡面寫到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Saki的 Saki 要讀取Saki 然後它是做了Pull的方法 少了 大概看一下其實 我們這邊就會寫到 就是 它會去讀Pull的時候 它就會讀它自己上面的Saki 是不是有資料 有資料的話就回傳 如果Saki上面有資料的話 它就會把 就會set一個ReadableCopia給它Wake 那這Wake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那其實你就看到它這有資料它就回傳 沒資料它就會傳Pending 然後我們如果要執行一個Future 我們其實可以用第三方的套件這樣執行 但是我們說過我們今天不談第三方的套件 所以大家看一下就好 它其實就是這樣執行的 它的概念就是這種 就是產生一個Future 然後就會給Execute 然後它就會去執行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講Task Task是一個正在 就是被執行的一個Future 然後它跟一個Wake會有關聯 那Task實際上會長怎樣呢 我們剛剛再回到我們剛剛那Saki 讀取Saki資料的那個例子 然後我們就看到它 我們第一個有個Mansion是Pull 然後如果說它還沒有準備好的話 它就會回傳Pending 那其實是我們剛剛圖的這個範例 就是這個Task 會回傳 Execute會問它Pull 然後它會回傳Pending 這是剛的對應到剛的圖案例 這個就是Task的 現在在整個Pull被呼叫的時候就是Task 它其實Future就是被封裝成Task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會從Context底下拿到一個Wake 然後這Wake的功能就是等一下會 如果說這個Saki準備好了就會呼叫Execute說 你可以再準備Pull一次了 所以我們可以想而知就是Saki底層應該有在存一些 就是Wake的地方或是怎樣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會把這個Saki 把這個Wake存起來 存在Saki上面 那這Task就好 那現在就講到Wake Wake其實就是它會去通知Execute 跟它講說一個Task可以被喚醒 然後可以再次去淪詢它 去Pull它 去問它到底好了沒 那這邊就比較難了 對 就我們現在我們現在來實作一個就是TimerFuture 它其實有用它是一個Delay的 可以用作Delay的一個Future 就是你傳進去 傳進去一個Delay多少秒 它就會多少秒之後再做你後面的那些動作 那這個範例看起來有點可怕 因為Rust如果需要在不同的Stray之間互相傳東西的話 是要用一些Mutex或是那個 那個 ReferenceCounting的一些東西 所以大家看一下就好 然後我們這邊會有一個TimerFuture 它裡面會有一個SharedState 它SharedState會記錄說它 它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沒有結束的話 它就有一個Wake存在裡面 然後去適職的去通知Execute 然後這就是我們如果 我們要實作它的Pore的方法是長這樣 我們 我們一開始會先看一下它 如果是Pending的時候它會怎麼做 如果是Pending的時候 我們就把從Context底下拿到的Wake 塞到SharedState裡面 那這樣之後有人就可以拿Wake 之後Execute 其他人就可以拿Wake說 我要被喚醒了 那請Execute再把它喚醒起來 這個是對應到剛剛這個Pending的圖 那我們 我們看完它怎麼被Pore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怎麼樣建立一個Future 那建立一個Future 我們一開始就會先建立這個SharedState SharedState 一開始Wake當然沒有 因為我們還沒有 因為我們第一次一定先被Pore 然後一定 第一次Execute去問Future的時候 一定是先問了 然後是Pending 一定是這個狀態 對 然後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開啟另外一個Trade 然後Trade去產生 去休息 去Sleep 一段時間 然後 我們再從Trade的State 拿我們剛剛那個Future的SharedState 然後把它設定為Complete 因為我們已經休息一段時間了 我們Delay的時間達成了 然後我們再設定成Complete 然後再從SharedState裡面拿了一個Wake 然後再去 然後去通知我們的Execute說 我們已經Complete了 然後希望他來就是跟我們要資料 我們現在的角色是Future 這邊沒問題吧 就是我們這邊已經 這邊已經 Delay了一個Duration 然後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的State設為Complete 然後就去通知Execute可以跟我們要資料 對 然後我們要Run一個Delay function 就是類似這樣 這是一些虛擬的程式嘛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Execute 會Run資料 然後我們會 我們的Timer 我們TimerFuture在那邊建起來 然後會休息兩秒鐘 然後休息兩秒鐘之後 就會print出這個Internet Explorer 它只是Delay兩秒而已 對 然後它的順序會這樣子 但是你會很好奇 我們到底什麼地方去建立我們的Waker 因為我們一開始 這邊Waker是顯None 那為什麼這邊還可以 從SharedState裡面取到Waker呢 那其實就要看我們底層 到底怎麼做的 其實就是最後關鍵 就是在於Execute 那Execute的功能 它的工作其實是給Scheduler 它是幫我們排成 就很多不同的Tag 它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Scheduler的Execute 也可以是MultiState的Execute 對 然後 然後 但是我們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RustRFC裡面 並沒有定義 就是Execute到底該長什麼樣 甚至在Standard Library裡面 也沒有實作 大部分都是 都是第三方的套件 例如說RustSync裡面的Runtime 或是TOKYO TOKYO裡面的一些Execute的模組 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 怎麼樣實作一個Execute 呃 我們 我們實作一個Execute 就我們這個Execute 有一個Task Channel 就是它會儲存 就是我們所有 要被執行的Task 那這個Task 就是我們剛剛對應到 那個Task的角色 然後這個Execute 它會拿這個Channel 的Receiving End 就是接收端 然後 然後如果它一接收到這個 這個Receiving End 裡面的Task 它就會去想辦法執行 或是做其他事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 Spoiler 它就是產生 產生 就是要給Execute Task的人 它會拿著這個Channel的Setting End 然後它只做 產生Task 然後給Execute這樣 然後我們 這個Execute 這個實際的案例 也會有一個Task 但是Task是可以自我排成的 那我先來看一下 那這就是 這就是 範例的程式碼 那我們這個其實就是 Channel的Receiving End 然後這個是Channel的Sending End 然後 然後 有看到Task上面也有個Sending End 因為Task發現自己還沒有 我們剛剛說Task是有自我排成的 也對它發現自己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它就可以再Send它自己一次 然後給Execute 然後就可以去做 然後這是我們的 最後執行的 就是把Execute 和Spoiler 建起來的Function 那其實我們這邊 可以看到我們其實就是 建立個Channel 然後 我們的Spoiler 是這樣的 它其實會有一個 一個Function 是Spore 它有一個Method 是Spore 然後它其實最重要的是 就是先建立一個Future 然後這Future Future 其實就是外面傳來的Future 然後它把Future 通裝起來 讓它變成是可以在不同的Thread上面 就是傳送的 對 然後 再把這個Future 傳給 就傳下去 然後 這時候 這個TaskSender 就是Sending End 然後它就傳下去 然後這時候 Execute 它的Receiving End 就會接收到 那它Spoiler的功能就這麼簡單 然後 這時候 我們 就偷懶 我們就拿 別的套件裡面的ArkWake 它會幫我們建立一個Wake 因為我們剛剛 想要看到的是 那Wake的Instance 到底在哪邊建立 所以它會幫我們建立一個Wake 那 你要去實作這個界面 這ArkWake的界面 你就要實作 它的WakeByReference 這個Method 然後這個Method 其實就是 它其實就是 你只要實作這個界面 我們就可以透過 WakeRef 這個 Helper function 去 產生一個 Wake 對 然後這個 這個Method很簡單 你就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 當你需要被喚醒的時候 你就對 Task 你就 你的Receiving End 你就去送一個Task 其實就是送自己到Execute那邊 那這個東西就是為了做Task 可以自我排成 然後這個就是Execute的指作 那我們一步歸來看 對 這個就是Execute 因為我們一直不斷去輪詢我們的Task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 先看我們的Receiving End 這個Queue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接受到Task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把它取出來 從 層層封裝的那個 那個 層層封裝的 什麼Ark 或是Mutex裡面取出來 然後我們取出來Future之後 我們 我們 我們就可以 用我們剛剛的WakerRef 去把Task Task 轉換成 轉換成 它的一個Waker 然後這個Waker 我們就可以塞到Context裡面 那塞到Context裡面 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呼叫Future Future上面的這個Pool的Messor 因為Future上面的PoolMessor 需要Context 其實其實就是 Context裡面就是 存著Waker而已 那這樣子 然後 然後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去呼叫 我們就可以去呼叫 就等於我們這Edit 就已經在這行 他就去輪詢這個Future 就等於是去問他有沒有值 那我們這邊 這邊寫到 就是 Net 破Pending 所以如果Future 這個結果 是Pending的話 我們 才會 我們會再把Future 塞回這個Future的Slot裡面 讓他之後可以 在Future裡面 再一次去被輪詢 那這就是我們做 這堂就是我們做到 Self Rescheduling的 的一步 重要的一步 那這就是我們Execute的實作 那如果他真實的用法 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會用我們的這個 HelperMessor 就是建立Execute和Spoiler 然後 我們用Spoiler 就是去產生一個Future 然後 最後 最後再用Execute再Run 然後Run他就會去 跑一個WireLoop 去找這個Future 到底 到底 有沒有好了 那如果他們說好了 完成了 那我們就會去Print他出來 那最後結果就會這樣 我沒有 我沒有實際Demo 就是寫出來 因為實際Demo一定會錯 對 那 這差不多就是 整個 整個Rust 這四個角色 Rust Async 四種角色的 的一些概念 那他對應到的 就是在Standard Library Core Library 前面三個都在Core裡面可以找到 就是 就是 NOSDD都可以找到 對 就是他對應到的 就是他們的韓式庫在哪裡 就是這樣 然後 如果是Execute的話 你可以去看TOKYO 或是RunTimeCrate 或是Future上面的Execute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 Talk 然後 我們是Rust 台灣Community 然後大家可以掃一下 這個QR Code 這是我們Telegram的 就是Telegram的群 然後我應該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要掃 給你30秒 我有空間 我有空間 為什麼 或是有人想要問 就是 就是 我們的Community 相關的事情也可以 因為大大在那邊 我只可以把麥克風交給他 對 大家可以掃一下 我可以問一下 就是 Multi Thread 跟Multi Thread 這兩個 交易 公式 公式的 這兩個方法 這兩個時間 應該怎麼樣去實行 你說Multi Thread 是Rust 直接用 SED Thread 去做 那 這種東西 其實如果你在 一般的 那個 直接用Thread Module的話 其實它Future 是管不到的 對 除非你要把它封裝在Execute裡面 或是自己把它封裝成自己的Future 然後去 讓他們有管理 要不然 一般我覺得他們是 你說管理就是你自己要去封裝 或是 我覺得是選一邊 對 要不然兩個其實會有點混亂 就像 就像 如果 有 就是有寫過Jazoo 應該就知道 可能我們寫 可能寫 Promise 和寫A Thread 或是寫Callback 我們都會把它再封裝一層 讓他們可以互相溝通 對 有回答到的問題 然後 這是我的Reference 然後 我 剛剛說的這本書在這裡 然後我有自己把它翻譯一個 翻譯中文的翻譯版本 然後可能有些用詞不是很好 不過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看一看 對 好 有問題嗎 所以說如果自己要實作一個東西 是可以有興趣 就把剛剛那三個 如果Context Wake 跟Future 自己全部都要實作一遍 其實不用 現在 就是社群主流 還是用TOKYO 呃 看好了 欸 我要怎麼切啊 就是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的封裝方式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加了一個 attribute 然後你就可以在 它的整個 function的scope 就會變成async away 好 網路不行 然後 欸不好意思 大家不再講是你的問題好了 因為最重要其實是execute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拿TOKYO 或是Runtime的execute 來做 然後我們剩下就只要 就專注在我們自己的future裡面的邏輯就好 當然如果你覺得它的那個scheduling的方式 你不認同 因為 有不同的排程方式嘛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做 或是你可以再找其他credit 然後 適合你的scheduling的方式 也這樣也可 好 那就 我演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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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趁他還在準備的時間介紹一下 這是Everything in Ross 然後是由Ross台灣社群所主辦 那我們是一群喜歡寫Ross的堂號 我們每個月在台北博之公寮都會有Mina 那如果你對Ross有興趣的話就可以來一起教我們 跟我們一起討論 那如果你對Ross台灣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上網Grum.tw 你可以找到我們的Teregrum和Facebook 那我們演講題就開始 大家好 其實我是那個小弟弟是上Costar的 我現在胃在翻層這樣 然後我要先跟他講的是 這個雖然是Ross一層鬼 然後我投影片沒有很多 所以我其實拿到四十分鐘也是有點兩句不安這樣 應該給剛剛那一會多一點時間 然後 我這個 雖然我在Ross一層鬼 但我要說就是 這個東西不像剛剛那個Future那種東西 他跟 我這個東西跟Ross沒有太直接關係 那 就是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這樣 我是一表達文法 那個是PEG的 不是那麼正式的中文翻譯 然後我們會實作一套程式 跟他的Facebook 好 那這是我的Outline 那就是基本上 我會先介紹一下 我是誰 然後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然後再來我會介紹PEG 然後我會介紹 我們知道我們什麼是Programming Language 然後再來 我們就是用這個 我們這個PEG 寫到我們這個自己創的Programming Language的Facebook 然後沒有demo 因為 反正就沒有demo 我現在這個電腦是公司電腦 然後是Windows 然後就跑不起來 然後 大概是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是業保 那 那個 在網路上代表是優達利 那上面是我的聯絡房子 那我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我大學的時候 唸電腦 然後到研究所 我覺得我也不知道 現在有興趣的就弄了 結果後來就寫了 創作片很不好 我就跑去寫 然後現在在那個 Dinarty當那個 菜皮疙瓦工程師 那左邊是這個GitHub 那GitHub連結的話 就剛好是那個 不是剛好 就是 我現在實作這個城市裡面的那個 GitHub 對 右邊的話就是跟這個 有關的這個 有這樣的 Flub這樣子 對 如果你們要的話 那個先掃左邊 因為那個等一下那個看扣的話 也許你們在自己調查看會比較簡單 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個呢 就是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 兩年前我去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覺得人生如何 就問了那個一位老師 然後他就推薦我說 你要當兵之後 要看書 然後他就推薦我這本書 叫做Unterstanding Computation 然後 然後 然後這本書 我覺得他滿有許多真的 如果你要的話 推薦大家都去 如果你在整齊這件事情 書接到可以去 他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從一開始 然後就先跟你介紹書 整齊的故事 然後再來 我們來實作 你們說什麼 Reflex Expression 然後我們可以實作第一名 然後我們可以用Stump DF 來Full Stump 好不好 然後再來 我們就開始玩Toolim Machine 就是 我們剛剛是一些計算 計算力有一些限度 然後我們再來進到Toolim Machine 就是計算力 計算力到那個 最極致的狀態 然後但是他會再證明說 Toolim Machine 就算我們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我們的計算力 就雖然有這麼強大的計算力 但我們其實還是有 沒辦法解決 那 就是這本書真的 我覺得 念完之後 就覺得 我好像看世界角度都不太一樣 那這本書裡面 他有 其中有幾張他 他像比如說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張 他都有寫一個Path 就是說我們去Path 那他用的是 這本書的 那個Code 就是RubyC 他用了一個叫做RubyGita 那他就是一個PEP的Path 那因為我後來 就是 後來就想說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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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Rux 把那個裡面所有的 範例場所寫過一遍 那下面這個是延解 就是說那個 那裡面就看到一些 就是怪裡怪獻的 現在自己不來你看 好可怕 那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PEG 那PEG其實基本上 他是2004年 就已經推出來的東西 那個 你第一天就是他的那個 最重要的reference 就是 他是一個叫做 然後 然後 他寫的這些文章 就是 如果你們要了解PEG 我覺得 目前網路上看起來 最詳細的文章 還是這一個 你就是把 paper大概 反正他網路上也收得到 你就是paper拿出來 然後 看個 我記得看前三頁就夠 前三頁他就是介紹了PEG是什麼 然後他文法大概會有什麼行為 他再來 他文章寫實 後面在 後面就是在 就是 他把PEG 拿那個 正規化的方式去 那個表達他 然後再去做一些證明 他說 他是 他給Union 他給Intervation 那種 對我們這種常人 沒有 看不太懂的東西 但其實對理解 都沒有任何關係 那 簡單來講PEG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 我想 大家有多少人知道 Context Free Grammar 什麼 或是寫過電影信 對 就是 Context Free Grammar 就是 他們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區域 他叫做 Chunsky 他是一個 語言學的教授 他畫面 就是 那 他裡面最有名的 就是CFG 因為是什麼 他當初 他創的這個東西 然後 還有 然後 那時候的那個 我對你們覺得 這個好有趣吧 搬過來 在城市園上有我們看 那 我下面這裡有一個 大概 有點像CFG的例子 想想那個 什麼 那就是比如說 他是定一個 Language 我們現在講的話 我們講的話就是 主詞 動詞 那主詞可以是什麼 主詞 可以是比如說 E LISA 然後 動詞可以是這些選擇 然後名詞可以是怎樣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一套東西 組合一套語言出來 比如說 He is a student 然後 He is a home 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 當初 Chomsteen他是一個語言學家 所以他創這個CFG的用意是什麼 他創這個CFG的用意是 就是 模擬人類自然語言 所以CFG你會發現 他們這個語言在做的時候 他天生就有一些 MPQ的提示 不確定性 那原因是什麼 就是 就是 你要名詞 他說 He is a student 那如果是 They ar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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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就不需要這個手 他需要一個 他需要另外一個Quartz 所以他這個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性 就是說 你可以用 He is a student He is a student 或是 LISA has a talk 他本身就是說 你只要這些選擇裡面挑一個 然後這些選擇裡面挑一個可以成立 把這些組合想 他就是一個不可以接受的any 但是這件事情在程式語言上是 不...不...不不不補 因為我們程式語就是 我們不要有這個indigroid 我們這是要確定 我們這個是percent 我們一不後面就不會接壞到要等貌子 所以 我們可以看一下PEG 其實它 規則跟CFG幾乎一般一樣 就是他剛剛 某一個入口產生 它可以對應到什麼東西 然後入口可以譬如說 它就是match 然後success success的話它就把 該對應的info把它擦掉 那fail的話呢 就是info也不失掉 那還有一個它是什麼 就是trade rate 就是說我只是想想 就是說我現在是會成功或是會死亡 但是我不吃這個因素 那就只有這三種 如果這樣丟下去就有這三種可能的結果 那如果把它整個條例出來 它所有的規則大概就是這樣 從10到10是權限月從高到低 就比如說它最高的當然就是這個 就是你配對一個字 實際的字出來 它寫A 你就寫A 那再來你可以什麼 CharacterState 就可以說我寫A到Z有可能 然後我可以有一個點就是 我任何的字都可以都可以Match 然後再來就可以開始 就是下面就是全部都是組合計 就是大家用個括號把這些東西組合起來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 像其實Grupping就是把Stream Literal 就是你用Grupping跟Stream Literal 就可以組合出CharacterState這種概念 你可以是這裡面每一個的文法都可以選 那再來你可以做比如說這個 Optional跟Replication Replication 就是你可以是 這個應該如果大家寫Grupping 就知道 0個或1個或1個到5線 或是2個到5線 然後再來有兩個Predicate 就是說這兩個只會回傳說 等一下的文法是匹配或是不匹配 但它不會消耗任何等一下匹配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連接就是說 我先匹配E1 再來匹配E1 跟一個 這個Predicate 還是Chord 就是說我要匹配E1 或者 或者在E1 那你這樣看起來跟那個CFG很像 我覺得 那其實有個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把這個 這個如果CFG的話是一檔 它把它變得比較顯現 這個是有Predicate 因為CFG它有一個很大的可能就是說 我可以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不匹配的話 我只要後面這個匹配就沒有關係 但是 就是你只要任何其中任何一個選擇 可以成功就好 但是 PEG不是 PEG的話它是說 我E1要先不試過 E1試過了 我再試E2 所以你可以比較一下兩個不同文法 CFG的 比如A變成A跟AB 然後跟PEG的A變成A跟AB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在CFG的時候 你丟A跟丟AB 這個ScreenLitro給它 它都會遲 因為它前面可以遲 後面也可以遲 可是PEG的話不會 因為PEG它會怎樣 它會先試A 然後它A就成功了 A成功它就說 來我把那個後面的